Hello 大家好 日本職棒东北乐天经就队在28日宣布 与田中将大达成共识 让他睽違8年 神字指田中将大重回老东家乐天经就的怀抱 绝对是今年自由市场最大的震撼蛋之一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指出 田中与乐天签下的是附带激励奖金的两年合约 推估年薪为9亿日币 超越了上个月兼野智之刚创下的年薪8亿日币记录 成为日本職棒史上最高薪的男人 而近期就有日本专栏作家表示 田中在杨基的7年间缴出78剩46败 防御率3.74的不俗表现 但在今年却没有获得杨基续约的最大关键 就在于近年来投球局数未满5局的场次 比例越来越高 从2014年的一次 一直到去年缩水球季 仅仅先发10场 就有4次投不满5局 提前退场的几率来到了40% 平均投球局数更是生涯新低的4.2局 明显丧失过往的安定感 很有可能是杨基做出不续约决定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去年7月 田中才因为强其球受伤 换句话说 不稳的情况是否是因为伤势的影响 还很难说 田中这次只和老东家签下1加1年的合约 很明显的是他依然放眼1年后 再次挑战大联盟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3年创下单纪24赠0败 甚至是跨纪28连胜超夸张的这些记录 都还在持续当中 这位日美通算177胜的男人 回到日本再度背负18号的这个王牌背号 都在向大家宣示 今年才32岁的他 一定会在投手球上重拾信心 日本的打者们想必已经绷紧神经 准备面对这个获得神之紧称号的男人 相信以他仅仅32岁的年纪 绝对能够找回当年载制日职的身手 对于田中降大的这个决定 以及他重回日职未来的表现 皇粉们怎么想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大家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你订阅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